首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23号在北京开幕 海峡两岸400余人出席开幕式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在致辞时指出 中华文化历来重视以和为贵 强调民为邦本 崇尚自强不息 希望包括台湾文化界人士在内的广大台湾同胞 积极参与两岸经济文化等各领域交流合作 与我们一道坚决反独促统 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 共创中华民族绵长福祉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贡献 北京市政协主席魏晓彤表示 推动两岸共同弘扬中华文化 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 助力台湾同胞参与民族复兴进程 是两岸同胞的共同使命 中华文化永续发展基金会董事长刘兆玄 在开幕式上表示 中华文化是两岸的最大公约数 中华文化是两岸人民之间最大公约数 无论现实的政治如何变化 这份文化根据始终稳固 无论深处何地 我们都轮成这份文化当中 找到共鸣 从一个更高的层次来说 它代表着一个超越时代 地域的一个文化纽带 自觉与中华文化 是自断文化根源一个严重的错误 台湾中华文教经贸创意协会 荣誉理事长洪孟启在致辞时表示 在诸多文明当中 中华文化可以为人类共同和谐相处 做出贡献 随着我们人类的发展 各个民族都认同自己的文化 自己的文明 文明应该是加个S 而在诸多文明当中 以我们中华文化的高度 中华文化的壮阔 中华文化的优雅 可以成为我们人类 共同和谐相处的一个目标 当天来自台湾文化界的 200余位人士出席活动 参会嘉宾认为 包括黑神话悟空游戏在内 两岸在影视音乐文学作品等方面的互动交流 可以增进两岸亲近感 更深入的让两岸更容易融合 也是恢复传统文化 传统中华文化 而体现了两岸一家亲 其实要多走动多交流 我是觉得这次来感觉非常好 我觉得两岸文化交流 其实是去唤醒 尤其是对台湾人来说 对台湾青年来说 是唤醒自己的民族意识 自己的文化意识 然后越知道自己使用的是汉语 然后使用的是这种 有丰厚传统文化的中国文学 你就越认同自己作为中国人 我们从小就是在中华文化的心头长大的 我觉得谁都没有办法把这一块抹去 这些都是在我们协议里面 在我们生活当中 在我们的教育里面 赋予我们的中华文化 这是我们的宝 与会者认为 扎伸中华文化之根 需要扩大两岸交流 互相借鉴好项目 好做法 好内容 未来尤其在影视部分 两岸的影视人才跟业界 可以多多的合作起来 因为我觉得合作起来 拍出好的作品 才是交流最好的目的 也是两岸的文化 共同复兴 共同繁荣的一个 最好的一个方式吧 我知道这个北方昆剧院 最近有一个新戏 叫人在草木间 它就是以台湾的题材 来创作的一个新戏 我去看了两次 我觉得非常感动 除了这个以外 其实我们台湾有很多演员 都愿意来大陆交流 我相信有一天 我们可以看到 更多大陆的演员 到台湾去演戏 给台湾的乡亲们看 相信台湾乡亲们 一定会非常入迷 据介绍 首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 包括开幕式和文学主论坛 七场分论坛 十余场展演展示 及文化交流参访活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